接着关系食品问题 8月底爆出混米事件的全顺山水米公司 苗栗地检署侦查终结之后 今天上午依诈漆最嫌起诉了副总经理等三人 不过山水米公司被查出 在检方调查的同时仍然以低等级的米 来混沌为高级米贩售 我代表全顺山水米跟大众道歉 8月底爆出以廉价越南米混沌台湾米的全顺山水米公司 苗栗地检署26号侦查终结后 29号上午起诉包括总经理等三名主管 检方认为全顺山水米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仓伟 副厂长潘文基以及科长江静富等人 因涉嫌触犯诈漆罪依法提起公诉 不过昏迷事件后 农委会26号公布的第三季包装米抽验 结果中山水米的山水鸭仙枝长糙米 又被验出以低等米混沌一等米 消机会就痛批全顺公司根本毫无回忆 全顺山水米一年内被查出三次违规 如果再犯可依违反粮食管理法撤销该公司的粮商登记证 不过如今山水米的种种行进已经彻底伤了消费者的信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